車輛開進停車場 車主鎖定最內側一個停車格 按下特斯拉的自動停車系統之後 車輛緩緩倒車速度很慢 幾個頓挫之後 車頭撞上了梁柱的邊角 車主是台中一名直播主李先生 他向特斯拉反映 但是對方認為李先生 沒有依照安全規定 適時介入煞車 因此不賠 他就開那麼慢 你怎麼會覺得他有問題 你不會擔心嘛 開很快撞到那當然會擔心 他沒用 他就... 林先生沒有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直接找特斯拉 客服請他寄回行車記錄器畫面 兩個禮拜後回覆系統沒有問題 林先生當著記者的面 再度致電特斯拉客服 說明現場有記者採訪 得到的答案還是一樣 相關工程在運作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會需要適時去接手 如果真的是有碰撞風險的話 他就說沒辦法公司的規定 那我就跟他說好吧 那你們公司上規定的話 那我也打算不休了 後來林先生再度更新 自動停車版本之後 就沒有遇到撞車情況 深入接觸特斯拉電動車的車商認為 視覺化自動停車系統 不再使用雷達測距 光靠鏡頭可能有影響 畢竟現在還是半輔助駕駛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要讓他停車 或行駛在路上 我覺得你還是要準備隨時介入的心靈 在特斯拉的官網針對自動停車部分 標註了注意事項中包括 請繼續查看車輛的周遭環境 隨時準備好踩下煞車 要監控觸控螢幕 專賣特斯拉的二手車商表示 現行所有的自動停車系統 都只是半輔助等級 民眾千萬不能太仰賴 在內新聞將俊仰 張玉坤 台中報導